看综艺的时候,总能听到这样的对话,我是看着杨子的戏长大的,甚至杨子的同龄人都会说,我从小都是看杨子的戏,这话还真不是恭维,而是事实,杨子是1992年生,但2002年,也就是杨子十岁,还在读小学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演戏了。 2005年,《家有儿女》播出的时候,杨子十三岁,《家有儿女》当年可是几乎所有孩子都会看的家庭情景剧,热度不亚于我爱我家,自然很多人都记住了三个孩子中的姐姐,杨子饰演的下雪,不得不承认,杨子真的从小都是该吃这碗饭的,那么小的年纪,表情,情绪,哭泣都把握得非常好,《家有儿女》的一幕幕,都是真实而自然。 随后,杨子和很多普通孩子一样,读书,考学,升学中间偶尔拍戏,我个人觉得,杨子的转型之作是战长沙,这部革命史诗剧,杨子挑起来了女主的担子,和霍建华演一对情侣,第一次拍了吻戏,这部剧的评分很不错,这部剧也是杨子由童星转型女演员的一个转折点,而战长沙之后随之而来的,确实,杨子整容杨子脸将诸如此类的声音, 其实,杨子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,他在一期采访中说过,作为一个演员,你必须要有商业价值,你有商业价值,别人才回来找你,我觉得杨子是一个非常了解娱乐圈游戏规则,且天生适应这个圈子的人,看得很明白,尽管关于他各种整容新闻从未停止过,但不能否认,杨子在同龄的女演员中,交出了很好的答卷,作为一个女演员,没有什么比交出一个满意的作品,更有说服力了。 我一直觉得,杨子在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中的哭戏是可以封神的,自然,动容,且美丽,拍戏期间参加了不少综艺,各种的表现看得出他本身性格活泼,有点大大咧咧,但还是挺讨喜的,比如中餐厅,在哪个圈子,就要适应哪个圈子的游戏规则。 杨子就是那个在娱乐圈懂得游戏规则的人,你可以不喜欢他,但你一定知道他,他坦然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评价,而那些评价他的人,至此也记住了又个女演员,他叫杨子。